小伙子 你这个病不太乐观 啊?大夫 怎么想? 基本上没办法治疗 是不孕不育 什么?不用不育? 大夫 你有没有搞错啊? 怎么可以搞错呢? 居无戏言 你肯定是在胡说八道 先不起我半小时以后 我否定你这个诊断结果 现在你说实话还来得及 不然到时候我害怕你尴尬 啪啪打你的脸疼 让你不好舒畅 小伙子 你请自便 别到时候我不尴尬 尴尬的是你啊 嘿嘿嘿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你等着啊 等着 老公你慢点 我都搁不上你的节奏了 我跟你说 里面那个大夫一天就是到胡说八道 今天我去非打他的脸不可恶 胡说八道 老公怎么回事啊 问你你也不说 你等会儿就知道了 走走走走 走 怎么又是你啊 你这个兄弟一天到晚 就都欺骗老百姓 能问小点声 这是医院不是菜市场 半个小时之前 你给我整段说我不用不欲 来 我让你好好看看 看清楚了啊 不用不欲 你今天啊 给我解释清楚了 你要是解释不清楚 我跟你没完 啊 这个 还有解释吗 老公 要不算了吧 你没多大点事 没多大点事 这事还不大吗 这是对我作为一个男人的侮辱 不知道吧 不可能 就这样不了了之啊 必须弄清楚 哎呦我去 算了吧老公 不然一会儿大家都不好收场了 老婆 你什么意思呀 哎 就这样 让人家欺负呀 我长这么大 我还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啊 今天我必须给他上一课 用意啊 来 解释 不然 我让你今天吃不了 蹬着走 我从医这么多年 从来就没有误证过了 今天 既然你想知道答案 那我就不妨告诉你 直接说出来 我怕你接受不了 我就简单的跟你讲个故事吧 齐 我今天就看你 能够整出什么幼儿子来 说是从前有一个士兵 那是百发百中 说他是处击手 一点不会过 有一次在战斗中 他的子弹全部打完了 正当他准备撤退的时候 有个敌人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他拿起手中的枪支听 啪的一声 敌人倒地了 庸医果然是庸医啊 你天体一讲的这个破故事 明明知道自己枪里没有子弹了 还要射击 那敌人怎么会倒地呢 对啊 他怎么会倒地死掉呢 我知道了 肯定是别人开的枪 哈哈哈哈 看来你还不笨 好好回去琢磨琢磨吧 哎 不对啊 这没想到到头来 我才是那个小丑啊我 小哥你等等 你听我解释啊 哈哈